立委全力道 國民黨新北市立委候選人 一次排開展現團結士氣 最強母雞侯友宜 特地來替黨內小雞站台 拉台起勢 當然民進黨做得太差太差了 所以政黨輪是必須 這一次我們新北市的 所有的國民黨立委 我非常有信心 每一個各個都是優秀的候選人 2024立委選舉 20號進行號次抽籤 新北市是侯友宜的本命區 氣勢上絕對不能輸 所以新北市這11席的區域立委 一定可以前列黨 每一個一定上 第七選區 葉原支的對手 民進黨羅志正 以及三角都的中和第八選區 民眾黨邱成遠也來了 各陣營支持者互相矯正 立委選情激烈 總統選情同樣精彩 美麗島民調侯康和內宵配 差4.6個百分點 柯文哲支持度19.6% 另一份ET2day民調侯康內宵 差距更近 只差1.2個百分點 在誤差範圍內 20號晚上就是首場總統證件發表會 各陣營早就磨刀火火 如數加之而來跟大家說 最重要我說到一定可以做到 所以我提出的政見一定是務實本件 完全可以符合人民現階段的期待 不只要提出好政見 藍綠白三陣營本週末全力衝刺 國民黨將在凱道舉辦萬人大造勢 營造選前黃金交叉的分水嶺之戰 民進黨展開環島拼圖活動 民眾黨則是要在高雄岡山 舉辦韓粉 柯粉 鍋粉 三軍造勢大會 三陣營分散在北中南 要在選前最後階段全力衝刺 歡迎收看我客觀傳帶出來 在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